自己一直热爱朗读 这次精心准备了党期送歌 在党的二十大召开之际 来歌颂党情 传承党的红色基因 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之情 传承党的红色基因 自己一直热爱朗读 这次精心准备了党期送歌 在党的二十大召开之际 来歌颂党情 传承党的红色基因 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之情 县委组织部为我们金管党人干部 打造的红色共享人间 既可以让我们在工作之余 得到放松休息 也可以让我们学到党史知识 红色朗读题 是我们面向全县广大党员干部 打造的红色共享阵地 想通过这个阵地 随时随地地学习红色文化 传播红色声音 借助红色朗读题 跟党说句心理话 表达对党无限的热爱之情 我们希望能够征集到更多的红色声音 厚制爱国爱党情怀 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我歌唱每一条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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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朗读者就是朗读的人 在我看来可以分为两部分来理解 朗读是传播文字 而人则是展现生命 将值得尊重的生命 和值得关注的文字完美结合 就是我们的朗读者 恰百年风华 中原儿女心向当 乔首以盼中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朗读亭 落地郑州图书馆 一平方米是朗读亭的面积 以文化人 以生感人 是朗读人的心声 我们是党的孩子 一个人 一段文字 用朗读呈现最真实的情愫 用朗读为党的生日送上祝福 郑州图书馆朗读亭 中原文学爱好者的文化打卡圣地 一起朗读吧